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S同山的女人》 小美是一名保险员 四个月前因为在东京的总部工作失误被调到了乡下的分布 这天,她和大熊一起来到客户家里 回去的路上,因为小美忽略了路牌 两个人走错了路,开到了一处荒芜之地 这里被当地人称作S同山 大熊告诉小美,几十年前这里就已经被关闭了 因为这里,有时候周围明明没有人却传出了脚步声 车里的收音机也会无故地开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美下了车 慢慢地来到了坑道的门口 铁门的上面有着骷髅似的装饰 小美不自觉地碰了一下铁门 门上的锁头掉在地上,吓了小美一跳 透过铁门,小美感觉黑暗的深处 好像有东西在一直凝视着自己 小美赶忙叫上大熊离开了这里 刚刚调到分部的小美 因为业绩低迷给公司整体拖了后腿 总部给部长施加了压力 部长也着急地要缠联业绩第一 看到小美心不在焉的样子 部长决定代替小美和大熊去拜访之前的客户 可就在说话的时候 小美通过墙上设规板的反射 竟然看到部长的脸变成了骷髅 而这个骷髅和铁门上的一模一样 到了下午,拜访完客户的小美回到公司 看到部长下雨天也在公司门口擦着车 大熊在旁边直直地看着 小美问了问大熊部长擦车的原因 大熊却说着 我什么都不知道 慌张地跑了 小美因意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她感觉大熊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第二天,小美接到电话 部长住院了 当她来到医院探望的时候 大熊刚好从病房出来 她让小美最好不要进去看 但小美还是执意要进去 这时,医生过来告诉小美 要给部长做身体检查 小美这才做吧 之后大熊也请了假 小美心里开始觉得不安 她来到大熊家里 发现大熊一点状态都没有 在小美的追问下 大熊拿出了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之后 里面竟然是一个骷髅面具 大熊告诉她 这是在去医院探望部长的时候 在病房里发现的 原来部长和大熊 在去拜访客户的路上 大熊告诉部长 她和小美迷路的事 于是部长让大熊带着她 又去了一次艾斯桐山 而这个面具 正是部长从坑道里戴回来的 小美想了想 决定要把面具还回去 小美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打开了那扇铁门引发的 两个人开着车 再次来到艾斯桐山 就在小美拿出手电筒的时候 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 小美赶忙关掉 她告诉大熊不要下车 就在车里等着自己 大熊并没有回答 只是双眼无神地坐着 小美下了车锁上车门 慢慢地来到铁门前 此时的铁门已经被打开了 她打开手电 慢慢地向里面摸索 终于她看到了一个木架上 有一个钉子 她将面具挂了回去 可就在转世要离开的时候 小美的耳边 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叹息声 她慢慢地转过头 又手电罩了过去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正慢慢地站起身子 向她走来 小美害怕地向外面跑着 刚跑出来 就看到大熊低着头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叫大熊回到车里 但是刚触碰到大熊 大熊就瘫软在地 任凭小美怎么服都不起来 小美清晰之下 给大熊来了一个耳光 清醒的大熊跟着小美回到车里 可小美此时发现 自己的车钥匙 竟然掉在了外面 铁门处伸出了一只恐怖的手 虽然害怕 不过小美还是去捡起了钥匙 回到车上 女鬼已经尽在咫尺 大熊又恢复到了 双眼无神的状态 慌乱的小美 在失败几次之后 终于打着了火 当他们开出铜山的时候 已经到了深夜 小美叫醒了大熊 两个人都庆幸着 可话刚说到一半 两个人透过后视镜 一个恐怖的女人 正坐在后座上 瞪着眼睛 看着他们 镜头一转 他们开车回到了家 刚下车 两个人就来到车后面查看 而车的后面 赫然有着一个 巨大漆黑的首音 之后大熊渐渐地好转 对于这些事情 大熊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小美也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业绩不断地提升 唯有不便的就是部长还在住院 而当小美第一次去探望的时候 她发现部长的样子 和铜山的黑衣女人一模一样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所以说好奇心害死猫 如果不去看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